慈祭在台灣今天開始 進入到農曆七月了 這在慈祭是一個歡喜月 吉祥月還有孝慶月 北投以及萬華區的慈祭志工 邀請民眾來到金斯堂 透過莊嚴法會進行祈福 也鼓勵大家要多如素 農曆七月宣導正信正念 萬華區的里長來支持 在這幾年當中我覺得說 我們至少 至少這個燒金子的傳統 有慢慢地改變 祈福活動中 慈祭志工加入法華金演繹 祈求天下無災難 王鼠寶用兩週的時間 完成演出隊形的整合 跨成域其實就是講我們的人心 也就是希望我們現在的人心 能夠安穩平安 尤其最近的凱米颱風 造成了很多的災難 我也希望大家真的平平安安 給最愛的人祝福 志工透過《隨緣之愛》影片 鼓勵大家捐血建黨救人一命 兩個完全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人 能夠藉由這個的活動 然後互相的幫助 讓一個等待的人有重生的機會 這是我覺得讓我最感動的地方 共聚善念 以素食共憑取代婚時祭拜 落實普渡的意義 在北投關渡禁師堂的祈福會上 永和禮里長分享成果 這個六年以來我們一直在推動 新成哲林 我們誠心祈求我們用米 來代替焚燒金子 參與研議的唐思偉 十歲就開始入宿 影響了周遭的朋友 朋友有些就是聚餐的時候 或是生日聚餐的時候他們會是 就是可以為了配合我 然後跟我一起吃素 然後慢慢的他們也會漸進 一起跟著就是 偶爾一兩餐願意跟著吃素這樣子 借口譽 人人會聚善念 日日就能吉祥又安康 帶來新聞知識美之工 台北綜合報導